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 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我们活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机会 说一句完整的话 我们从来都没有独立过 我比他早出生五分钟 我活了二十五年 我的人生安静过五分钟 我一分钟都没安静过 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一起 他连上厕所都要跟我一起去 他这辈子离我最远的一次 是有一次他去帮我拿纸 所以我们就很想成为一个独立女性 体会一下独立的感觉 尤其是经济独立 因为他天天花我的钱 我也不是想花他的钱 只是我能随时面容解锁他的支付软件 只要他解锁的时候 脸离得远一点 我们现在离三十岁也不远了 三十岁确实是很重要的年纪 女人一过三十 就不知道是该做自己 还是做医美 一打开电视 每个四十多岁的姐姐 都有一张二十多岁的脸 还跟大家说 不要怕衰老 要笑对衰老 打了针还笑得出来吗 你笑得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啊 所以姐姐们其实还是怕老的 但如果乘风破浪的姐姐 真的变成一档不怕老的节目 一群姐姐在台上 不洗脸不化妆 瘫在沙发上互相吹捧 你不洗脸的样子太洒了 你的啤酒度A爆了 这哪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不是那档做家务的男人吗 最近有一部讲独立女性的剧 叫三十而已 我看了这部剧 一共看了三十分钟 只看了那个打耳光的动吐 我就很奇怪 一个现代独立女性剧 还在写打小三 上来就打上来就打 就不怕老公找个强壮的吗 反正只要一老一小 两个女人同时出现在电视上 一个就得打另一个 原配打小三 娘娘打妃子 婆婆打儿媳 一个年长的女性 就可以随便打一个年轻女性的吗 不会有后果的吗 不会的话 这不很好啊 这种剧真的别再拍独立女性打小三了 搞得好像独立女性手劲越打越独立 以后两个独立女性见面都得先过招 你好你好 你打过几个 我打过十个 你打过几个 假发套我都好过三十个 好厉害 三十而已嘛 而且这种剧就会让你觉得 能把恋爱谈好的都不会是独立女性 都是绿茶 独立女性就不配谈恋爱了吗 就不配吵CP了吗 就不配提rock和建国了吗 好像一个女孩子想谈恋爱 她就得去学绿茶 想独立就得学独立女性 如果她又想独立又想谈恋爱 她就得精神分裂 分裂出一个绿茶人格和一个独立人格 面对男朋友 哎呀我要吃你的冰淇淋 但我只是自己买的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因为我挣得比你多 哎对不起我有精神分裂 我没有 我剥了我装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